香港人口高齡化 除了需要關注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基本保障之外 他們的心理需要也都不容忽視 浸信會外群社會服務處曾經訪問1500多名長者 結果發現一成半受訪者出現抑鬱症狀 長者其實他們面對退休 初初會很開心 因為可以停止他們的工作可以好好休息 但很快他們都進入一個階段 就是慢慢失落自己的角色 第二就是隨著他們的身體慢慢退化 其實他們都會有這方面的擔憂 人際關係其實都對他們來說是新的挑戰 有些失落感 因為自己還覺得自己有工作能力 都很想找兼職 但是我們讀得輸少 就是很少有機會讓我們再找到一些兼職做 浸信會外群社會服務處 在2015年推行奇妙展翅計劃 自在為50歲以上退休人士 提供有系統的義工培訓和實習 鼓勵他們運用個人知識、技術和經驗 服務社區 參加者本身的學歷和技能並不重要 關鍵在於有心 工作內容有很多種 我們有陪勞員、店務大使、銀鈴老師 我們也有馮布師 提供膳食服務的美善大使等等 都是按退休人士自己的興趣 提供一個培訓和跟進 已經退休十幾年的中歲捐 初時會覺得悶、不習慣 但是參與計劃後身兼三職 成為佩魯大使、馮寶師和美善大使 他的退休生活從此變得不一樣 參加這個活動時可以幫助我 有讀書的機會、自我增值和自信心 參加了美善大使 除了有護士和營養師 教導我們之後 我們學習了 還要設計餐單 那餐單是經過護士去審核 然後給我們親自去煮 給一些長者使用 陪他們覆診的時候 亦都幫助他們 我要學習到怎樣去推輪椅 怎樣關心他們 眼神的接觸 所以都得到無言感激 計劃除了幫助瑞娟提升技能之外 亦令她覺得自己更有用 在社會上有蠟燭之地 幫到我自己的信心 增強我的自信心 以及提升我學習的機會 用得出來 社工教導我們 在關心長者時候 要懂得去社交和長者心理 我們懂得去發脾氣的時候 我們如何安撫她 有津貼 幫助我們搭車的費用 以及幫助我在社會認同 我很肯定我可以做這個工作